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台中一名王姓女老师因牙周病,加上牙缝大,门牙不等长,对于自己开口笑非常没自信,经亲友劝说到医院接受治疗,医师为她进行牙周再生手术后,解决齿炎浓肿,牙齿松脱等问题,原本长短不一的牙齿也变整齐,让她重新找回自信。 笑脸迎人亚大医院牙科主任廖明德今天表示,这名患者从事较职,但因牙齿不整齐没自信,不喜欢开口笑,在亲友不断劝说下才愿意就医,到院检查后发现罹患牙周病,两颗门牙齿凤大,牙瘾萎缩,上牌牙齿也有长短不一的现象。 廖明德表示,评估后决定进行牙周再生手术,并替她进行牙银翻半数,将不健康的牙银或牙周组织分离,再从银沟内清除牙结石,斑状物和发炎的牙肉组织,清洗灭菌后,再将人工骨粉填补在暴露的牙根表面,又发尺草骨成型,促进特定软,硬组织再生功能, 让患者重新找回自信。 廖明德表示,牙周病是因个人清洁方式不当,或对口腔保健忽略,让牙齿周围组织受到牙菌斑及多种微生物破坏,初期会出现牙银红肿,发炎,若还是没清洁,会因发炎让牙齿缝隙变大,造成牙根外露,牙银萎缩,蛀牙,影响咬和咀嚼。 廖明德建议,接受牙周再生手术治疗的患者,术后前两个月刷牙不能太用力,若出现异常出血和分泌物,也应立刻回诊治疗,只要定期追踪并正确清洁牙齿,就能让牙周组织恢复健康,降低复发的机会。 廖明德也提醒,牙周病为牙齿发炎与身体免疫力之间不平衡所造成,所以患者也应避免抽烟,血糖控制不良和高压的生活环境,若离患牙周病,经治疗成功也要定期回诊才能确保口腔健康。